中超第七轮的补赛 梅州客家主场是1比2赋予了海港 这样呢上海海港就获得了一个八连胜 同时呢也拿下了中超的半成冠军 按照以往来说呢 我要没记错的话 这么多年的中超联赛下来 拿了半成冠军 没有拿到最终联赛冠军的很少 可能也就那么两次吧 所以说这个冠军呢 对球队对于球员的心理暗示 作用是非常大的 那么对于其他球队来说 尤其上海生花领先了这么多轮 最后的时候是被人家反超了 这心理上吧 也会有一种莫名的感觉 如果说两个球队呢 这个比赛当中表现的都是非常的稳定 但是呢上海生花在特谢拉受伤之后呢 确实放慢了这种连胜的脚步 确实也让这个积分上被海港是超越了 而恰恰这段时间呢 海港一轮的这个八连胜啊 而最关键的一点呢 就是海港这段时间 这个能够把自己的这种稳定的这种战术策略呢 始终灌着下去 你像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当中 而梅州客家其实是做了充分的准备 尤其米兰回来之后呢 球队在这个防守布局当中啊 今天我觉得是格外的明显 一个是呢要彻底肢解那个上海海港的这个进攻 让这个几个队员之间不能够很好的形成 马上的这种直接联系啊 那么这就需要中后场防守队员有针对性的盯人 同时呢啊进行更强度非常大的这种包抢啊 再一个就是有意识的要把比赛的节奏压下来啊 这是梅州客家 就是不想跟着海港打这种疯狂的迅速对空 第二个呢 我觉得今天的场地情况呢 也不是非常的理想 感觉这个场地啊 很轩很软 双方队员登不起来 就是跑动当中啊 你看一蹬啊 这个草坪就起来了 这个一块块草都被蹬起来了 说明这个很软 在这样的场地下呢 队员的这种体能消耗也非常的大 而且呢身体对抗也多 所以你看这个海港的队员踢的非常的疲惫 而且呢也不够兴奋 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这种进攻策略啊 没有完全展现出来 对方也是对奥斯卡这个点啊 限制的很死 因为也看到了上半赛程 奥斯卡直接参与的进攻 就是这个有七个进球 十次助攻 就有十七个球的贡献 你想想他这个点多重要 同时啊 他能够调度整个比赛这种 进攻的这种方向 和进攻的这种 这个节奏变化 所以说要严格限制奥斯卡 同时呢 就对他进行强有力的这种逼抢 奥斯卡肯定怕受伤 那么这样的话 他的很多时候的处理 就不可能做到了 这种心向事成了 对不对 同时呢 你看他对这个 古斯塔沃这个点 这个盯防 也加强了这个 身体的弱膊 我倒觉得 好几次啊 古斯塔沃这个贴身 转身进去之后啊 明显啊 这梅竹克俩手上 是有动作的 其实全场下来呢 还是这个上海港啊 这个能力上面 普遍呢 连说 即使打得很艰难 也没有急躁 就是因为 上半时这种情况来看 他还是能够 就是拿下来的 最关键就是嘛 等着这个体能下降之后啊 你这个 跟防肯定是要 没有上半场那么好的 国布其然下半时 你看 第一个 这个七大低临的进球 就是连续之前的这种冲击当中 形成了多次的这种定位球和角球机会 那么这个机会过来之后 咱先不讲啊 七大低临那个球 有没有手球协议 反正我从几个角度来看 看不太清晰 感觉好像没有真正打上手 没有完全的这种明确的这种变现 但这个球啊 就即使这场情况要判禁了 梅竹克俩队员 心态不应该起更大的波澜 还是应该像成月里一样 全身贯注在比赛当中 就不会出现后来的 这种情绪变化当中 这个动作的变形 这个心态的这种急躁 造成连续吃黄牌 是吧 而且送给对方这种定位球 送给对方这种机会 是吧 你包括这个史亮和叶楚桂 都是老将啊 你这时候会整个感染球队 整体的情绪啊 都会变得更差的 不能专注在比赛当中 你看第二个进球 无理那个进球就是 你说这球一开过来 是吧 奥斯卡的球一传过来 明显那个点 整个来说 无理那个点是没人盯防的 那你这不就出现了 防守的漏洞吗 全队都回防的情况下 竟然没有人去盯防无理 无理赛程过半 他进了15个球吧 而且他有三次助攻 你想想 无理奥斯卡两个人加一块 这个多少个进球啊 是吧 多少次助攻啊 你想他俩 这些创造了多少次机会 而他俩之间的连线 默契度多高 所以说一定得要盯防 就咱俩说 这个球队当中 最该盯的就是古斯塔沃和这个无理 进攻当中 你必须得把它盯住啊 所以这个梅州客家在那段时间 队员的情绪变化 也导致了叶鼠桂眼 你看被红花发下 是吧 而现在史亮 明显那段时间 情绪过于激动 指着裁判的鼻子 在口吐芬芳 你不管你是在争辩 还是在这个 这个这个距离力争啊 讲什么也好 但你这个举动 我觉得今天这个裁判啊 算是情绪控制的比较不错 你要换成马宁的话 那就不是把你 罚下去的问题了 大家说是不是 二比零领先之后啊 这个海港啊 打得还是有点保守的 可能是因为大家相对来说 在这种松软的场地下 这个都比较疲劳 也进行了轮换 在这种情况下 你看当对方已经是 叶鼠桂被罚下的情况下 多打一人 那如果说那段时间 你接着给对方施压 以攻带手的话 可能局面就会更好一些 反而呢 当这个前场的逼向放松之后 梅州克江反而是攻出来了 已经是零比二了 球队在竹上作战 就放手一搏了 结果球队向前推进当中的时候 遇到的阻力太小了 反而呢 这个少一人的梅州克江 进攻当中 更有底气了 也更感受投入兵力 你反正是输两个输三个都是输 我就要攻一攻 对吧 你看攻的当中的时候 前面如果不是因为越位 那那个进球 其实打得也很漂亮 进攻当中三个人一个反击 那对方其实有三个人防守 你看位置上也没有到 说明那段时间 海港队整个的防守啊 这个有点松 在思想上就不够紧张 所以回防当中 中场的队员拦截 就首先跑动不积极 第二个呢 就是没有美球必争 第三个就是 补位的队员回防 就也没有全力以赴 那个丢球其实已经警告了这个海港队员 你必须紧张起来 但是呢 海港队员还是没有紧张起来 结果还是慢慢腾腾的在这个消耗时间 紧接着反击当中 你看 科索围棋那个进球多漂亮 是吧 在赛前预测当中我也说了 科索围棋上比赛应该往前顶一下 他跟前面的这个进攻队员 联系更紧密一些 也会更好一些 有助于二点球的这种进攻 果不其然 今天就在抢二点的时候 这球打得很漂亮 压住对方防守队员的情况下 这个一个侧过啊 那球直接打进去了 打得非常的干脆 其实这个球进了之后 场面已经变成了一比二 这个时候 最紧张的反而变成了海港队 后面的捕食一下子 又给了15分钟的捕食 所以在这个进攻之后 一直到捕食结束 其实20多分钟的时间 这段时间海港 想拖慢比赛的节奏 那又没有很好的控制住球 所以场面上打得很胶着 说实话 这段时间 海港的队员都紧张的 全站起来了 替补席上你看一个人 连张英文他们都紧张是啥样 是吧 海港啊 这个半个赛季下来 就打强队 也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让大家最后时刻变得非常的紧张 所以我觉得就是 一个球队啊 当你整体的这种放松下来之后 想再紧张起来 有的时候啊 就是都想 但是呢 就很难把大家 这个节奏再提起来 所以说一个球队 如果能够始终保持 这种高度的紧张 和全场的压迫 能够90分钟如一样 一直在打 那真的是很难 这才是一支诚实的球队 所以这场比赛 最后时刻打成这样 让对方整个非常被动 海港整个全队 包括穆斯卡特 回去一定会 好好地总结一下 这算是侥幸过关 但是你想想 后面如果再出现这种情况下 可能你就 未必 会能够全身而退了 其实今天比赛当中 能够大家 看不看出一点来 就巴尔加斯的停赛 其实对球队进攻当中 缺少了一个 关键的一个 这个突破点 就是他的突破 吸引队友防守的同时 那个能让其他位置上 出现空单 同时他突破分球 也能形成更好的这种机会 今天少了这么一个手段 所以球队呢 就打起来 就显得更累一些 不管怎么讲吧 这个半程已经是出来了 现在来看 争冠球队当中 上海两个球队遥遥领先 尤其海港 你知道 现在你说的 这个是39分 半程冠军 而这个深花37分 第三名的球队 就是29分 差了8分和这个第二名 这个不好撵的 是吧 所以在足限辈比赛当中 你会发现 这个为了争夺 亚冠的这个直接名额 这个北京也好 山东也好 成都也好 都会格外的卖力气 因为在这方面 他们可能 争第三 那都会变得非常的激烈 同时现在你看看 联赛半程下来 这个宝级竞争 也是更加的惨烈 从这个青岛海牛 一直到这个 倒数第一的南通之云 你看这分差 只有五分 而倒数第二 和这个第九名之间 只有两分的差距 15分 14分 13分 聚了一大堆 那么这些球队呢 在这个 现在已经开的窗当中 下窗必须得补强 而且谁动作慢了 可能在 这个紧接着 进行的联赛当中 真的就要掉队了 现在你看 南通之云 深圳新崩城 河南队 你包括青岛西海岸 已经是开始行动起来了 这些球队 他们呢 对足限辈 估计不会太敢帮 更多的还是要 在联赛当中 赶紧 这个抓紧一切机会 动员一切力量 要干啥呀 自救我 大家说是不是 不是